现在我店旁边的这个礼花店 今天东西要全部半空 已经转给别人了 我去把他的产品全部买下来吧 进去看一下 这些 你们要的话可以卖给你们 这多少钱吗 大家的话就十块钱一只 这个呢 一只 这个是吧 我再看一下 全部都已经半空了 都裁掉了 这一件梅面还是非常大的 这么大一件 那时候要是我拿下来做会计 多好 这个是这边的一件梅面 大概有30平方过来 凳子什么 全部都已经卖完了 卖空了 这些柜子没人要 柜子 还有这个前台也没人要 这个色膏 药水 待会前后把它拿走 这个机器有人要了 这个烫发机也挺好的 这个梯子它要不要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产品柜 想把这个产品柜跟它拆下来看能不能装到我店里 但是我们不懂木匠 不会弄 现在这个店铺的老板把凳子产品全部卖了 还剩下了一点点产品晚上就摆在这个门口卖 这些有的东西大门空调都是留给下一家接手的 因为菜不走 这条街晚上人就很旺 现在把这个产品把它全部拿回来了 这里全部是洗花水跟它护化素 这些就是烫头发的药水啊 护化产品之类的 这里还有两大包啊 非常划算 捡得个便宜 哇塞 这个是全部是色膏 全部色膏 这里面也是色膏 这里还有两大桶 这个桶装的满满的药水 这里一大箱也是的 全部都是 总共这些380块钱把它全部打包回来了 够我用到过年下半年了 现在我就把这些产品全部都放到我二楼仓库 把它摆好 整理清楚 走我们先把它搞上去 全部拿上去之后 我就全部把它整理清楚 药水啊 洗花水啊 色膏啊 全部跟它分好 现在全部放到我这个小仓库里面 现在摆得很烂 待会把它整理一下 全部放到这个小仓库里面 以后要用的话就慢慢拿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 把这些货全部摆顺了 这里全部都是色膏 这色膏至少有两到三百只 下面这一层的话 全部都是烫化药水 这一层全部都是霜氧 这里桶护花瘦 洗花水 加这边的一些面膜之类的 这个柜子的半只半只的 加这上面的色膏太多了 然后这里面还装了一点药水 药水 全部把我的店装满了 今天下午这个店就全部已经搬完了 已经在清货 清产品了 待会就全部要搬走了 这个同行理发店之前投资的话是六十万 去年八月份左右开业的 到现在的话经营不到一年 现在倒闭发门 现在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 把里面的产品货全部清空清完 明天就交给下一家了 看上去 其实我也挺为我这个同行心控的 开的是这个奥迪扣五 现在来清这个货 清完了就走 主要花贿的最贵的货用就是转让货 三年前花的是四十万转让货 这个店铺 然后投资装修花了二十万 所以说现在转让的话 只是低价十万块钱 才把这个店转出去了 相当于亏了五十万左右 今天下午我花了三百八十块钱 买了价值至少有两万块钱的货 让我非常的开心 觉得我这次真的赚大了 今年从七月份到过年 元月份这半年 基本上不用叫产品 我的店每个月用产品 至少要用一千块到一千五百块钱 特别是色高 药水双氧 洗花水护花瘦产品 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所以说这个要用现金清白的话 至少要花一到两万块钱 按我一个月用货用一千五只淡地 忘记用货用两三千 这样算我一个月到过年的话 用货至少又用四万块钱的产品 但是现在的话 我买了价值两万块钱的货 我觉得非常划算 也相当于赚到了 虽然这个店没有给它盘下来 有点后悔 但是这个店让我没有想到的就是 产品被我买下来了 我觉得也是赚了一小部分的钱吧 这旁边的店转出去了 最主要的就是它不是做同行 主要就是做一个蛋糕 跟它炸鸡汉堡 带奶茶形式的 这样我就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我一天至少多了八到十张单 一个月多了差不多八到一万块钱业绩 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也是因货得福的一种感觉吧 产品也买了 又少了一家竞争对手 我觉得也是一件信誓的 那个 就是 入美 到了